賴夫想請教一下這個民憶黨立委趙天齡在已經坦承有婚外情的情況 那想請教一下 其實依黨立委規定我們會希望他退選嗎?謝謝 當事人自己的事情有責任啊 對家庭還有對社會說明清楚 這個是他無可迴避的責任 桃色緋文靈環報 除了趙天齡之外網路也傳出就是鄭文燦 他好像有一個影片和妙麗女子出入飯店 那會覺得這可能跟中共界選有關係嗎? 還是我們要怎麼樣為選情來執行? 此刻不宜多加揣測啦 我覺得當事人有責任對外說明清楚 沒有人有辦法替他們說明 這是他們的責任 柯侯整合的話對您來說會不會更難選 另外就是怎麼看說柯文哲再度對您的下了戰鐵 希望您可以說清楚有關於深奧電廠的議題 為什麼會改變新建的態度? 謝謝賴夫 好 就是說 藍、白、河 如果基於理念 那是 那是植物分配 如果 不是因為理念 那他們的河 就是權威的分章 社會其實看得很清楚 那到底他們合不合 我除了希望他們能夠基於理念以外 也能夠基於自己政黨的自由意志 不希望中國介入這場選舉 我已經有說明過啦 我們發言人也有說明過啊 而且 我不是在行政院宣布 我是在 立法院 應立委 質詢之後的 答詢 那個都是公開資訊 那個公開資訊 大家調出來看 大家就可以知道 柯文哲是 柯文哲主席所言非事實 賴夫這邊想要請教說 前幾天你有提到說 中國不要每到選舉 就有動作要逼台商表態 郭振營說這是在操弄兩岸議題 那藍白振營對富士康查稅的問題 也沒有多做說明 你怎麼看 你認為原因是什麼 另外對認為說 中共借選會花招越來越多 對您的選情會不會有所影響 謝謝 其實我是語重心長 要呼籲中國 要愛護 珍惜台商 因為台商是台灣的資產 台商到中國投資 固然台商因此 可以賺到錢 但是同時也幫了中國 經濟的推升 產業的發展 創造那麼多個工作機會 讓中國社會能夠安定 其實台商對中國的貢獻很大 這是水幫魚 魚幫水 是雙贏的局面 中國不必要選舉的時候 就對台商施加壓力 要求台商表態 甚至於要求台商直接支持 他們所設定的候選人 因為這是一個兩敗俱傷的說法 因為台商受到無辜的波及 會失去對中國的信心 一旦台商擔心害怕 失去對中國的信任 逐步的 以往其他的國家 另立生產的據點 對中國也是一大損失 另外一點 我也要呼籲中國 就是要尊重台灣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要尊重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 特別是總統跟立委的大選 要尊重台灣人民的自由意志 來選出最適當最理想的總統 由總統組織負責任的團隊 來推動國家社會進步 中國應該要把頭抬起來 看一看 國共內戰的歷史已經結束了 應該由過去敵對 對戰對抗的年代 走向對等尊嚴對話交流的時代 要創造雙贏 我已經多次公開講過 跟台灣人民承諾 也跟國際社會 包括中國在內 我的使命 就是維持現狀 穩定台海的發展 以及印太的和平 只要對等尊嚴 未來 我溝通交流的門 永遠都是開的 中國應該要站在 兩岸人民福祉的立場上面 應該要改變過去 一直到現在 這種 損人不利己的做法 於是 目標的 作詞